欣赏动漫魅力,调拨你的心弦 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头朝下生活的男孩 飘向天空找到妈妈的治愈短片 在小鸟清脆的叫声之中 沉睡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外抱小哥扔了一份报纸在小强的家门口 当门打开之后 一个夹子把报纸给捡了起来 原来是刚刚醒过来的小强 他和父亲的生活截然不同 那就是他和普通人有着颠倒的人生 虽然家中挂着一家三口幸福的照片 但是家中并没有母亲的身影 很快小强洗漱完毕 父亲也给他准备好了早餐 之后小强就准备开车上班 虽然他和普通人不同 但是这头朝下怎么开车 小编不知道也不敢问 不过小强还是顺利的来到了公司 并且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可是当他和同事打招呼的时候 手中的文件会因为重力 砸向同事 这让他很不好意思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晚餐是父子俩一起准备的 之后两个人都躺着看一个电视 这样才能照顾到两个人的视野 可是对于母亲小强还是充满了好奇 新的一天来临 小强也像往常一样吃饭上班 可是这天公司新来了一位同事小王 在独立的办公间 小王开始了自己的码字工作 这时天空飘下了一个纸条 原来是小强在和他打招呼呢 可是小王对他并不感冒 直接将纸条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小强正在倒咖啡 而小王的咖啡已经见底了 小强见着就想帮忙 却不想咖啡掉落 直接砸在了小王的头上 这一下就直接把他当成了大猪头 于是小王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板 老板为此开除了小强 看着一脸猥琐的小王 小强只能哑巴吃黄脸 自个儿吞下 可是他的不开心被细心的父亲 看得一清二楚 于是父亲就带着他来到公园 一起看夕阳西下 这时一个小男孩拿着气球经过 他看着头朝下 坐在树上的小强惊呆了 气球也从手中飘了起来 小强本来想帮忙拉住 但是一个不小心就脱离了树的扶植 父亲虽然着急 但是也很欣慰 很快小强就随风 飘到了天空上的另一个星球 在这里他有了自身的重力 并且看到了心心念念的母亲 原来母亲和他是一样的人 来到这个星球的小强 再也不是别人眼中的异类了 每个人都有一些生活的小怪癖 但是这并不代表自己就是异类 也许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就有一群和你一样的人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